好 大事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阿玛看股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1年9月28日8点25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国债飙升 大致下跌 然后咱们还是说说这传统的几大指数 大家还记得咱们昨天的那期节目 我说没有方向 但是在那个时候是宁可做空 也不要做多 咱们最好是持有现金 当然各股来说 比如说像前一段跟大家说的 油气类的 昨天是有一个涨幅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说这个黄金一个劲的往下跌 这个纳指一个劲的跟这横盘 像是要突破 那它会不会能够假突破 一直它没有过咱们说的压力位 大家可以看 我这是图 这个图是很久以前就给大家画好了的 这平行通道线是9月23号上周四给大家画好了的 斐波大切的支撑压力是在上上上周给大家画好了的 那么现在一直我就跟大家说 如果它突破了我这条平行通道压力 我会在哪去做止损的空头的 我会在15500 就是1550点这个位置 那么它没有到 没有到呢 我说我就先等一等 最好是1550 如果要是胆子大的话 结果呢 昨天给了一根阴线 昨天的这根阴线的SQQQ 我也明确跟大家说 我按照我自己的几率 我当时跟大家说 我肯定不亏钱了 如果它要是说涨过7块9毛钱 一直我跟大家说 我说我的成本是7块8毛5 昨天涨到7块9毛7的时候 它最高7块9毛9 在7块9毛7 我就已经把SQQQ平仓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是 我说我宁可做空 可能也不敢做多 在那个时候 夜盘的时候 我发现它不带退 就是从这块盘后交易 从6点半开始 我觉得它有点跌不动了 而且当时一看美债 因为美债那块 是一直连续交易 我说美债这个利率 一个劲的往1.5之上来突 昨天最高到1.55 我又在7块8毛5的时候 又把那SQQQ给买回来了 今天早盘 咱们说说今儿早盘的情况 这个高点我都没有赶上 早盘在这出现了一个高9 我真正能交易的时间 是在7点钟之后 我就是在8块1毛9 现在又回到了8块1毛9 大家可以看 我就是在8块1毛9 就全部给平仓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纳指在这个位置 又到了一个选择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这条线 这条线 是我给大家早就画好了的 这是什么 这是那天看底的收盘价 为什么我要选择收盘价 这种影线有时候就是晃你一下 它并不牢靠 筹码不多 所以我选择一个收盘价 它现在已经跌破了 剩下的我们就要看 能不能探这个前低 如果把前低破了的话 那么可能还有机会再做空 否则的话 大家可以看 现在纳指还有多大的空间做空 做空的空间是没有多大 总共这块也就是1%2%的一个空间点 它探得了探不了还不知道 更何况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以为破了前低 也就是这个14800这个位置 就一定会做空 因为呢 这块的头肩顶 纳指这个头肩顶还没有形成 它要是想形成头肩顶 得破14700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在这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头肯定看得清楚 对吧 这是颈线吗 这是颈线 但是这个颈线的上眼 你得破颈线下眼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14700这个位置 而且呢 最好是往下有0.3%的这么一个距离 这块那才能形成头肩顶 大家可以看啊 在这块这个头肩顶如果要形成的话 那我估计 这纳指就在这来了 就14000200点 这块 现在是不是呢 不知道 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跟大家说 咱们吃一口就完了 就SQQQ而言 由于呢 我加的呢 有点早 所以说呢 挣的不多 在这块 我等于吃了一毛钱 然后 昨天晚上 在这块呢 又吃了三毛钱 总共呢 等于是吃了不到四毛钱 因为礼拜里还有点损耗 就是说三毛五分钱 但是呢 我的仓位呢 比较重 基本上呢 是对于我总仓位啊 当时跟大家说 哎呀 我总仓位做完多做空做完空做多 有一个2%的损失 那么现在呢 明确跟大家说 2%的损失 不光回来了 哎 略有盈利 等于是把这个两天折腾的 又给折腾回来了 那现在呢 就应了咱们原来 古锦涛总书记的这句话 不动摇 不懈怠 不折腾 现在呢 就是不折腾的时候 我现在呢 觉得呢 SQQQ呢 可能还有往上涨的空间 啊 新闻现在是8块 一毛九嘛 我 认为啊 他 即使涨 前头这块的压力 就这个尖上的压力也比较大 没有多少的空间了 所以我在8块一毛九 我认为是一个 我能够接受的位置 就是大家呢 想象的 我们想象当中啊 做震荡 都是把这块 假如有一个16%的涨幅我全吃的 实际上啊 你这16% 你能吃到10% 就是6%70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要能吃到80% 你就是高手了 对于UVXY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尽量的不要做这个UVXY了 UVXY当时给大家也设定了一个空间 这块给大家画了 我说我得等19块一毛钱左右 我再考虑去进去 如果您要是胆大的话 最好是等他 见到19 也就是破了20 你再买入 那么有的朋友就说 昨天没有破20 但是我们要看 实际上昨天是破了 大家注意 在这块 早盘的时候 昨天是破过20了 是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 破了 您在那块呢 胆大的你可以买 你像我这种 就是胆比较小 就是扛不起太大的亏损的 那就不行 如果您要是说在20左右这块买呢 现在我觉得呢 也基本上应该只赢了 有一个10%的收益也就差不多了 我还是觉得uvxy这个产品啊 什么时候能够下到19块1这个位置啊 最好是19块05分那块才能够再重新建仓 因为他现在的反反复复啊可能也就是10%左右的空间 而且这东西损耗特大 一旦你做错了 一跌就跌个56% 当然了他一涨就涨个56% 这个东西只能是左侧建仓 等着他涨 你指着追高 追进去有时候就是高点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做这个 那是咱们刚才说了 他颈线的位置能不能破 咱们现在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做多也不知道做空 那我们就先拿着现金看一看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标普 标普呢就比较影响了啊 标普的不止期货这块呢 大家可以看 我当时跟大家说 我说我觉得标普怎么着也得踩一下4400 大家可以看啊 今天就是踩破了这个4400 至于他能不能来这个4380这个块 这是当时我跟大家说 我说我啊 不知道 我觉得最好是能够踩一下4380 结果今天呢早盘看看 踩了一下4388 也就是4390的这个整数关这块 那么开盘会不会惯性有一个下跌 问这个4361这个位置 现在不清楚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在这个43 90啊 附近这个位置 对于咱们的SPXL 就是三倍做多标普 就可以建仓 你可以少建一点吧 你可以先买个0.5成 先拿着啊 或者说你给它分配仓位 你给它分配的 比如说是三成 那您就买上三成当中的一成 可以建仓啊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4361 昨天我就跟大家说了 能不能见证 不知道啊 这块 4293 我不觉得呢 他现在能够再把这个前提给破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道琼斯现在一直比较强 对于SPXL的建仓位呢 我认为是在114块5毛钱左右的位置 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 他是到了114块5毛钱 对吧 这到了最低是114块1 我是挂的114块5 刚才呢 是已经买到了第一笔 至于罗素 我要跟大家说啊 罗素 由于现在 国债飙升 对于 纳指和罗素 实际上呢 都是不利的 很多人呢 都认为 他已经 准备突破 上方的压力了 我不认为呢 他现在能够突破 或者说 我认为呢 即使他突破 他也会被压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 国债的利率飙升 大家呢 还是对于这种成长啊 科技啊 比较 需要用钱推动的票 大家呢 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昨天我建仓的股票来说 都主要的是以 地方行银行为主了 为什么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是 把握大势赚大钱呢 因为你有时候算算小账 算的可明白了 算大账的时候呢 总是算不明白 这个罗素 他涨的是快 但是 你别忘了 风险还大 反倒是我们可以看啊 道琼斯 在这一块 现在是一个强势的横盘 如果道琼斯 我觉得有机会 踩一下34350附近 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块就是一个 我们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建仓位 因为呢 刚才跟大家说标普啊 在这块 他要是破了前低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图间顶 那我们刚才建仓的这部分仓位呢 就是在刚才我说的114块5毛 这是建仓的位置 我们就要止损 当然了 如果他在这只是漏一下就拉起来了 那也就没有必要 我们得把止损的位置呢 稍微放宽一点 而且呢 我要跟大家说 我在这建仓的位置是多少能买了 就买了我仓位的5%的一个水平 我会等到他什么时候呢 如果他有机会做W底 我会在这再加一个重仓啊 也就是说加到4290或者是4300附近 我会加一个重仓 一笔呢 近几可能达到我仓位的20%左右 就是这个SPXL 如果不是的话 标普到不了这个位置 我可能呢 也就是在这就拿着这5%的仓位来玩一玩 因为呢 我们大家要注意 一定要防止他破了前提之后 走一个头肩底 但是我不认为啊 他现在会走头肩顶 刚才说错了 是头肩顶 不是头肩顶 头肩顶 我不认为他能走头肩顶 他如果要是想走这个下一波回调 应当是在10月中下去 因为那会儿是真正的要缩减购债规模 我更认为呢 标普可能会走一个N字形上涨 然后呢 走一个M头 再下沙 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下来 然后上涨 到这了 到现在我画的这个位置 又差不多在前高的时候 甚至来说再破一下 然后再一波下跌 这样的一个M头 我觉得呢可能性更大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